今天出刊的一周刊报道 调查局动用了28名的调查员 对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进行勤搜 而不惧勤搜保防全责的国安会 竟然越全参加了调查局的舆情会议 而且将有关于蔡英文的机密资料 全部都拿回到总统府 对此国安会跟调查局 今天都发出了声明 澄清国安会绝对没有对大选 做出任何的指示 这样的报道并非事实 但是民进党却痛批 就是台湾版的水门案丑闻 要求马英九总统出面说明 和国民党籍田中政长会面拔装 但蔡英文这个行程 恐怕早已被国安单位事先掌握 一周刊取得调查局内部文件 指出全国有28名调查员 专门对蔡英文的拜会行程进行勤搜 而相关资料则交由国安会秘书处长翁诗灿 再由秘书长胡威珍 承报总统马英九 紧张 不介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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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正 因此 不介意 调查局这边吸回情报协调会议这个的选举的任何资料 当然也没有把这个资料回议这个会议资料承报总统 府方表示国安会没有从调查局取得资料 自然也不会承报总统 调查局也发出声明稿 澄清是依法掌握候选人行踪并未泄露情资 但相关说法听在蔡英文耳里当然不相信 也有一些场合我还没有到国民大已经先去做工作了 显然是有一定的勤收的组织网络在运作 这个事情马总统一定要出来说明 我们认为这是台湾版的水门案 绿营要求马英九出面说明 选战倒数阶段传出情志单位介入选举 牵动蓝绿敏感神经 一点是中文报道